好 我们来看今天两地股市的收市情况 首先来看到内地股市方面 今早护纸低开之后 是整体维持弱势震荡的走势 盘中热点切换较快 截止收盘上正终止 受报在3275点跌了6点 深圳橙指受报在10544点升48点 再来看到港股方面了 横指今早低开 开盘之后也是一度转升 再创26个月的新高 那么随后呢 估压增大转低 午后跌幅是有所收窄了 截止收盘 恒生指数收报在27757点 跌了97点 全日成交额在964亿港元 好 这个Mark我们来说这个A股 我们看到这个A股的热点的转换 其实它现在是比较的明显一些的 但是我们来想一想 因为有一些这个大跌的品种 也非常的明显了 大家其实已经非常明显看到了 那就会发现说 有一笔资金要从这个场当中 给抽离出来 那么好了 那这笔资金是哪里 什么样的板块 我觉得它再去投 那我看两个方面去看 一个方面就是说对于大盘来说 特别是从这个权重个股 或者是这个金融股方面的这个角度 从一个稳定性来说 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从过去一段时间来说 大部分老百姓从创业板中小创的这个角度 其实都没有能够把握机会 没有能够有这个赚钱的经验的时候 对股市的这个信心肯定是有影响 我相信这个是比较大的关系 两个替代方面 如果说你放在刚才提到过 2014年 15年的时候 当时候是慢慢从打新股 然后是中小创 然后是大盘股 逐步逐步的慢慢 然后再增加这个融资融卷的这个程度 现在如果没有这一个累积不同的赚钱的经验的时候 我相信大部分的这个个股 不但是最近我们看这个热点的变化 更有一个可能是大盘 是看在支持方面支撑的力度方面能否维持 我看的有一点点在短期之内 这个整股的压力可能是比较大一点点 但是这个港股表现上还是不错 而且在今年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也是其实领跑全球的股市的 那么它当然一方面是得益于这个北水 是不断的南下 的确是有帮助的 那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 也许他们觉得 那我也懒一点 不要太有主见 所以只要跟随这些北水 看他们主要是选择哪些股份 我跟着买就好了 你怎么看 对 我相信从过去十年的发展来说 港股跟A股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现在A股已经不是过去十年 曾经有些人批评说 只是散户在里面 反过来已经很多基金 从这个股企的角度 从一些基本面去做这个研究分析 另外一个方面 我看这个港股反过来 当然从传统角度来说 也有很多国际基金在里面 但是现在也有不同的动量 刚才你提到过的这个北水 也有影响 你看得清楚了 从上半年我们看 真的大难丑股份 真的炒作 真的有赚钱的 肯定是腾讯 然后吉利 然后平保 然后才到这个回锋银行 从传统的角度 国际基金的角度 应该不是这样子的 我相信在未来的时候 这个北水的影响力 对港股是非常大 如果你刚才说 是否能贯彻部分的投机人 从北水的角度怎么去做 基本上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参考 但是说到这个港股市场 咱们来看的话 现在大家还非常关注 就是说在下个礼拜的时候 这个腾讯也要公布业绩了 现在发现一些上市公司 已经是陆续在公布业绩了 那么投资者又听了很多分析说 接下来这个港股会走势非常的好 那么大家可能还没有分到 这杯羹的就很想来进场了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时候 值得他们来进场 还是说接下来可能会出现 一些回调的机会 那么他们其实是可以入场了 两个角度 如果你真的完全是 没有分得到的时候 最重点是不要在现在的水平 马上投进去 要追高 对 你追高都可以 但是你的买入的金额 可能需要控制一点点 一般来说我们需要分清楚 是一个大的区域 或者是一个小的部分 肯定对腾讯来说 我们看基本面 业绩方面没问题 然后我们看这个龙头的地位 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商机方面 越来越做越大 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时候 还是慢慢齐序的 逐步逐步上涨 你等待它 某程度来说 你跌跌指示坏 然后才有进场的机会 我看你在等别人也在等 所以你真的等到的机会不是特别高 所以如果从一个比较实际的 这个操作的这个角度来看 应该从现在开始 把你原来希望买入的这个金额 可能分成十份 或者是五份 然后每一次投进去 当时候你看这个基本面 没问题 然后股价有反应 然后外界的这个凭借 也是有正面的这个凭借的时候 应该说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我看这个 慢慢逐步逐步揭入的这个方法 应该是比较理性的 分阶段来会比较好一些 那这个美股我们来看一看 因为现在由于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 所以导致这个倒指 应该是结束了九连阳的 那接下来是否代表说 这个美股要出现回调了呢 你怎么看 美股的回调 我相信从二季度的时候 已经慢慢开展 因为我们看这个科王股 就是以前过去几年 都是领涨的板块 当时候开始有部分的投机人 觉得好像这个股息太高了 然后你的什么部分 也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什么的 当时候慢慢激进流出来 然后投进去 过去几年都是比较落后的 这个欧洲股市 然后港股从年初到现在 涨了那么多 那基本上都是把美股 慢慢激进流出来 然后我们填补这个空档 我相信在未来的时候 美股慢慢地从高点 有这个整股的压力 然后其他的这个股市 补上去的机会 应该是非常非常明显 好 谢谢马可的分析 好 那我们也是稍坐休息 待会儿回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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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